喜欢登上的朋友 总是希望自己可以挑战成功攀登百月 不过在海拔2500公尺以上的环境 高山症有三分之一的机会会发生 因此台湾野外地区紧急救护协会 和太鲁阁国家公园 在高山山屋里放一个救命器材高压养蛋 模拟下降高度的气压 帮助高山症患者可以争取救命时间 台湾野外地区紧急救护协会 希望在台湾每一个高山山屋 跟高海拔的旅游据点都放置一具高压舱 让高山症的患者可以利用高压舱 模拟下降高度的气压来舒缓高山症的症状 我们目前本来有六座 像南湖山区、其他山区或河湾山观影站都有放置 那目前我们去年完成了屏幕山屋 还有其他林线山路山屋 都已经有放置PAC了 把高压养带送上山屋 因为台湾超过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就有超过100座 在海拔2500公尺以上的环境 高山症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机会发生 放远望去一望无际的壮阔山林 还能够享受置身在云海当中 是很多登山爱好者向往的警测 我们是有做统计啦 每年的救难人数统计大概一年大概有60起的救援案件 大概使用到的大概有10起左右啦 它可以帮你减压 防一些高生症状可以让你疏解一下 当然就是随时旁边也要有人照顾啦 然后还是尽可能的往下撤 那明年也许是那个其来成功 其来山的林线山屋也会新建完成 那边也会放置 医师也提醒在登山前 只要做好充足的装备及体能 可以以慢跑游泳和爬楼梯 对身体以及脚力锻炼之外 最好先让身体适应高海拔的环境 才能够避免高山症的发生 记者林杰 秀林湘采访报道